你好,我是3000號的參賽者 顏金達 顏金達 我用真名顏金達 一般我是用米糕的名字 顏米糕,對 今天唱的是 你是我的顏 等著開聲,可以自信 他那時候為何選這首歌 因為他很喜歡唱很耐心的歌曲 這首歌也很觸碰 因為一個很無助的人 好像有光在他面前出現 之前錯失了太多東西 所以…幾十歲的人… 我聽他說了,幾十歲的人 好像這次不玩 應該也沒甚麼機會玩 旅程也很長時間 現在開始會認同自己 覺得… 既然在跑道上 就別想太多東西了 就去跑了,對嗎 想哭 真壞了 我覺得他挺勇敢 做好自己,不要辜負 如果不認真對待比賽 當然無所謂 無論結果如何 他也很誇張自己曾經做過這個決定 對 那幾下,我都覺得很棒 很緊張 因為上次的比賽也有二十多年 接著就沒有比賽過 幸好是背著 沒有海選那麼瘋狂 太害怕了 很久沒那麼多眼睛看著自己 現在整個人不太я 防火、测雪、测雪、测雪、浑雪 算是 感謝評審的按鈕 我便開始轉動 原來這個男人 還能唱歌 我覺得也挺大的挑戰 尤其是開始選出的歌 很多人都說神經病,選擇誰可相依 那幾隻音開始被人留意我的血管 有人說我的血管是青筋 但這是血管 真的唱得辛苦 那首歌要很用力 顏米高 我覺得自己也是踏鋼線 但我很享受踏鋼線 因為我覺得穩定不如不要比賽 貪神仙,崇女沉,夢都要練 崇女影相只應該難要所有所有 我的最高分是崇女,94分 我有信心高分 但沒想到90多,太好了 當然是米粉 很多觀眾朋友或我的朋友 外出後都說 神經病,玩得很棒 也要加他自己 有些勇氣去做一件挺破格的事 這八個月很夢幻 突然覺得自己是否在做夢 這個比賽令我學會了 或接受了 其實顏米高也不差 這個人也值得被愛 你還記得你當初參加這個比賽的 你的初心是甚麼 無悔追夢… 因為這四個字我由報名 已經在我的腦袋裡彈出來 因為我覺得 我經常有很多後悔的事情 沒有做到 真的很感謝中年這兩個字 因為中年安慰了弱小的心靈 整個平台根本是適合我們的年紀 如果仍然不玩,米高就已經遇到後悔 跟人生是一樣的,只有一次 如果自己不把握好 後悔也沒用